给他一个米哈游,他可以在一年内涨粉百万 再给他一个二次元赛道,他能毫无底线疯狂捞金 没错,他就是龙灯王座的红屋吉 作为游戏领域赛道中的顶级营销号 为什么他能成为米哈游攻略区一哥 同时又为什么能成为二游赛道中的黑马博主 作为只有直高文化的乡村学渣 连小镇做题家都算不上 他是如何一步步逆袭,稳定更新优质视频内容的呢 大型纪录片,顶级营销号,红屋吉传奇 正在为您播出 无极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时 并不是使用红无极这个ID 而是使用孤王解说这个ID 从15年2月起开做互联网主播 一直持续到了18年 还是19年来着,记不太亲了 这段时间无极没有好好运营自媒体账号 并且还是弄单机游戏赛道的 这点就非常致命了 既没有特别大的收入 又和现在的网络乞丐主播一样 纯靠礼物打赏 并且那些游戏场还老想着拿个对话码 就让我直播几天或者出一期视频 这段黑暗的时期并没有持续特别久 因为还有更黑暗的 当初无极是这个平台的 我的世界黎明杀鸡乐度第一的主播 每个月收入也有几千块 那个时候我才14到15岁左右 遥遥领先,同理冷 但是学渣是真的学渣 这给无极只能上职高埋下了一个伏笔 因此选择赛道或者选择行业 真的非常重要 没有方向努力就好像死读术一样 明明考试大干就在眼前 但你非要不以目的去推进 导致最终的成功率很低很低 15年到19年的这段时间 是无极最开心的时间 因为没有电子阳尾 不像现在,玩什么游戏都不感兴趣 当然这也是我黑暗的起点 在18年下半年时 有个叫孤王殿下的低台主播 直播猝死了 然后无极也因为未成年开直播 直播间被封了 我的网恋女主播也因为我直播间被封 没有价值然后把我甩了 尽管他当时大我7岁 我的初恋没了 甚至我们都没见过面 当时无极好像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才走出来 现在想想无极当初真是条甜狗 同时无极也没有及时的用自媒体账号声明 觉得对方知名度太低 没当一回事 觉得又是一个趁乐度的 毕竟那个触手平台都快倒闭了 是垂死炒作续命 最后他就真的倒闭了 但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 大多数人就真的以为是无极直播猝死了 到现在还有营家号拿这件事搞乐度 毕竟第一个真猝死的主播 加上互联网的运营炒作 的确非常牛逼 成为了真正的小学生传奇 后来的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无极觉得太晦气了 上了账号内自称孤王的一百多期视频 改名叫机智孤团长 随后上了一个直高 再然后因为不能开直播 拿着六位数的存款艰难度日 到直高毕业 毕业后又被自考本科这个东西 忽悠了几万块钱 最后只剩下几千块钱了 连大专都上不起 无极那个时候是真的后悔 想过一了百了 毕竟没有任何牵挂 小说主角的标准模板 但是一想到到死都是出难 就非常的不甘心 最后就去原神启动了 改名字做人事IP 研究账号运营单视频 2022年上半年搭上了 原神的乐度风口 红武吉龙登王座 至于具体的细节就不细讲了 真的是比小说主角的经历 还要魔幻现实 最后感谢各位带我们的陪伴 见证红武吉的披荆斩棘 未来我们都会更好的 加油